与觉知同步 一位同学问 与觉知同步是指恋起积觉吗 我说既然是同步了 可见恋起积觉已经慢了半拍 他说恋起积觉还慢了半拍 那么如何把握与觉知同步 或者我就是觉知 我说随性而为 但前提是要认识这个不加思索的觉知 它是天然的存在 认识后就是自然的反应 没事就没反应 如同镜子 他说所谓天然的觉 就是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的知吗 我说是体验到那个天然的觉 它是什么状态 而不是体验冷热痛痒的感受 他说明白了 觉知无形无相 不增不减 没有大小 知热它不热 但我就是那个觉知不好把握 我说别把握 用久了习惯了熟悉了 就会把觉知变成常态 他又说随性而为 但又总不小心随念头转了 转一会儿觉知又回来了 回来一会儿不小心又跟念走了 唉 我说别讨厌念头与情绪 没有念头与情绪啊 你还觉什么呀 念头是生命力 是人类发展的驱动力 决心是根本 是无为的 他说明白 现在我不是讨厌念 而是经常念其不觉知 其一阵子才知道 我说体验到觉 成为了觉 这是佛陀的家 老子的道 有了无为的心 还要有无不为的行为 佛陀有了无为 而后面49年的无不为 并没有减少 否则 你我今天就没有这个机会 来聊无为 无不为 他又说 无不为就是随缘做事 利用念头 指挥念头吗 我说 可以这么说 应该是专注式思维 一种自然轻松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说 让思路主动降临在你的大牢 这叫自信流露 也叫心流状态 这样就是随缘 那么顺应天道 好 我这次换 我们下期就算